而至於是新竹棒球場的爭議也是在延燒 很多人就在問說總統蔡英文 是否會參加這個週末 在中職的明星賽 而且還是可以有兩年舉辦的 對此總統府發言人張敦涵給出答案 他說總統蔡英文並沒有規劃出席 不過衷心希望球迷跟球員 可以盡情享受當天的美好夜晚 而至於林志堅 現在爆出的球場爭議 在網路上有個粉專翁達瑞 就連發了兩篇文章來探討 首先第一篇呢 還有發了幾張照片 認為說如果連球場外的建築都要黑 顯然球場內可能問題不大 還說如果草坪平整與否都是話題 那麼看來記者朋友可能不知道 撿過的草地很快就會不平整了 另一篇他則認為說 停賽背後有不良的政治動機 他說因為中職三天下來 兩天下來有三位球員受傷 但是在他看來是不嚴重的 都是皮肉的小傷 他認為是中職的 這個職棒球員工會小題大作 因為抹黑新竹棒球場唯一辦法就是 讓球迷朋友很心疼 球員受傷 而且在推說是場地不良所造成的 他說這個小題大作 坦白說就是政治鬥爭 他連出兩篇之後呢 網友就在他的這個臉書底下來洗版囉 各界就有在罵他 他後來也有貼出了七點聲明道歉 汪達瑞說他沒有閱讀球員工會的聲明全文 是他的書師他向讀者跟球迷球員工會致歉 而至於他質疑球員的這個一些動機 球員工會的動機 包括配合國民黨的鬥爭鬥民進黨 他說他承認這個質疑犯政治化 不是學者該有的評論態度 對此他在他的臉書收回這個指控 並且向球員工會表達歉意 他說希望留言的網友可以就事論事要理性 否則就直接刪文 這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 對於汪達瑞的發言呢 今天節目的來賓也有發表自己的看法 上次黃陽明就認為說汪達瑞只會講X話 而至於在民眾黨的前主委也有特別說 很明顯是把問題套回藍綠身上 是否想讓林志堅脫身呢 我們持續來聽聽 今天這三個三個都是傷退啊 就是受傷之後退場啊 不能繼續打下去的 不是那種噴一噴這個冷凍劑繼續上場的 搞清楚啊 汪達瑞這個完全是廢話 完全是屁話 完全是幹話 那今天汪達瑞純粹是 OK 問題出現了 我來套藍綠 可是他是沒有救到任何人 他沒有救到林志堅 反而把蔡其昌拉下水 蔡其昌今天是很可憐的 蔡其昌好不容易就想要切割了說 那我把桃園切割掉吧 我們是大聯盟的會長 我們要愛球員 我們要照顧球迷 結果汪達瑞這一個再燒上來 又把藍綠帶回來了職棒裡面 蔡其昌在臺中還怎麼選 所以我說今年 翁達瑞是失落感最重的 蔡其昌是覺得這火怎麼殺到身上 我好不容易拍滅了 又被他再重新點燃 非常倒楣 我們千萬不要阻止翁達瑞 陳時芬教授 他現在正在做一件事情 他現在正在做一個 偉大的社會運動 他就是要把所有 就是把就為了要保護 林志堅或民進黨 要把所有的球迷 都打成中共同路人 我們千萬不要喊停 我們要鼓勵他繼續這麼幹 所以千萬不要跟他討論 這個是非是非對錯 就請他繼續當隻瘋狗 繼續亂咬就好了 持續來掌握的是花了六年 赤資了12億重整的新竹棒球場 才用兩天就狂出包 包裹上是有小碎石 撒嘴氣不良 會噴到球迷 最扯的是女廁所門鎖會裝反 還有呢 這個觀眾席地板破了個洞 讓這個球員也受傷 這也讓這個新竹市夠沒面子了 在這一個禮拜之內呢 已經常常越上新聞版面 而且呢 網路聲量關鍵字是持續的上升 種種的缺失 像是有寫什麼 比如說破洞啦 草皮啦 女廁啦 關鍵字通通都入列 這也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呢 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它呢 跟病毒作用還原之後呢 它是還原成水的 所以對人體 包含孕婦對兒童都沒有影響 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幾千次 好幾把幾次都沒有問題 很好奇在哪裡買吧 直接上快點購取